國際奧委會決定不會禁止所有俄羅斯運動員參加下個月里約熱黎盧奧運會 俄羅斯運動員被指大規模使用為禁約物 這是國際奧委會星期日開會後宣布的決定 國際奧委會說由各個單行運動聯合會決定是否准許俄羅斯運動員參加今次的奧運會 俄羅斯體育部長穆特科說他感謝國際奧委會 並沒有全面禁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奧運會 俄羅斯多數運動員都遵守奧委會關於禁約物的規定將能參加奧運 國際反運和禁約機及最近一份報告說 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2014年冬奧會上 俄羅斯運動員普遍在政府支持下使用禁約 國際反運動禁約機構請求國際奧委會禁止所有俄羅斯運動員和官員參加在巴西舉行的夏季奧運會 這個機構的首席調查員李查德薛拉倫說 證據顯示一個俄羅斯實驗室通過一套政府主導的完整體系做手腳 保護使用維金藥物的俄羅斯選手 證據顯示掩蓋使用維金藥物的行動是由俄羅斯國營體育準備中心協調 運動員得到指示知道在國際賽事當中如何應付為檢查維金藥物使用而進行的 例行尿液檢驗